修仙好 修魔好 修仙好 修魔好 來 我若芸宗 我教你劍法 入我天魔宗 我帶你練真魔功法 我陪你下副本 我帶你找齊鈺 我送你飛簽法法 我送你法令神器 到底要怎麼選啊 不如你來幫我選吧 全身成果永遠決定 法人修仙撞案 奇葩說 進入到我們車輪戰之後 非常嚴肅的環節了 後面每場都有一個人被淘汰 那嗣恒再見 你嗣恒淘汰了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嗣恒是一個 蕭蕭很喜歡的選手 他被淘汰 蕭蕭真的會很不開心 修仙 我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選你跳 第一次看到你最贏 最有責任性的教練 其實老實講 有的時候我也覺得 思恒的風格跟我有點像 所以我覺得 李思恒的潛力非常大 就是我覺得是可惜 中心里面戰隊 三棒都被淘汰了 其實我很想贏 但我覺得我做錯的事情 就是我把這個壓力 去付就在我整個隊伍的身上 我發現我前面錯了 我是在想 你們才是來享受舞臺的人 我不應該壓著你們 想怎麼玩 想說什麼 都無所謂 不要這麼有壓力 我錯了 前面 我心態會轉變是因為 我看到我的隊員們在場上 跟場下他們的那個壓力 就像他們沒有打好 他們下場就直接哭了 他講這句話 我們都是超感動 所以我們還是會幫他 明天輸了的話 就把那個拉子統治 我們不知道哪個戰隊 最終會贏 也不知道誰會戰到最後 四橫走這個事情 對我們隊的打擊非常大 本來都排好了 突然走一個人 我們昨天已經輸了一場 所以此時此刻 今天這一場就勢在必得 再輸又損失一名隊員的話 那如果我們後面 淘汰的人越來越多 那我們可能每一個人 都必須準備這麼多道題 會比較吃力 所以我希望無論如何 我們不能再少了 請記得 大家好 我是当初拍电影的时候 虽然找了陈学东 后来陈学东也没有来演 我的电影的蔡康永 大家好 我是虽然不认识陈学东 但听说过小时代的薛兆峰 大家好 我是虽然没看过小时代 但也认识陈学东的李大 大家好 我是虽然跟陈学东关系很好 但依然嫌他有点贵的MMA 哈喽大家好 我是虽然出道很多年 但是大姨现在比我还红的陈学东 你现在一说我脚都抖 对 李大夫刚才跟我说 他特别喜欢小时代这部电影 虽然没有看过 但是依然是特别喜欢 对 好 周周怎么喜欢 就是我觉得就是爱啊 有人跟我争论过 说这个教父伟大 还是小时代伟大 当时我就把它给打个了 这种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 影史第一名小时代一 影史第二小时代二 对不对 拒绝扎心 我跟你讲 你看过他的节目吗 没有 对 学东给你介绍一下薛兆峰老师 薛兆峰教授是一个经济学家 好像之前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没有经济学家在的吧 没有 为什么 我们后来我们节目经济出了问题 这个薛兆峰教授其实对娱乐圈非常不熟悉 今天为了表达他靠近娱乐节目的那个心愿 他跟我换了领带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领带比较奇怪 他们说这个称一点 但他的质量可能差一点 学 他说你 没没 他说你 这 这你都听出来了 我其实没用过质量差的领带 所以我不知道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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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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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好 我们来 今天是要谈一个好像跟父母有关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 田田 好久没见 最近不忙 忙我非常忙 就是因为太忙了 所以接不了齐发出的通告 田田 你真最近抽纸了 不是 你瘦了 来 再这样吧 好吗 各位 再见了 好好好 今天田田到现场还是有任务的 就是我们今天这道遍题 是由田田和另外一位小朋友带给我们的 来 有请 都半年了 好想我妈 怎么还不来 妹妹 妈妈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容光满面的 还有你这个身材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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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快点 给你问的女儿说两句 来来来 我会照顾好她的 妈妈 我告诉你 我没见到她之前 我觉得她有可能有一点问题 我现在见到她 我觉得她问题很大的 她哪里来的问题了 你看啊 首先她眼睛太小了 还有一个 她这个人很懒的 我看过她一期节目的 到人家通告里面 一躺就是一期 只拿钱不干活的 还有最重要的 她这个人 她在外面说奇葩说的坏话 不要老是说人家坏话 你要想想你妈妈的条件里 是不了 你妈妈我现在 铁树开花 换发了人生的第二次 能应该为妈妈高兴呀 女儿呀 真的死了 妈妈 你本来眼里只有我 现在多一个蛋蛋 再生个小蛋蛋 那我怎么办 我没妈妈 我不要 我妈妈看出来了 你现在就是不想 让我结婚是吧 我跟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 生你生的走 被一个姓马的给骗了 你这个死鬼老爸 走得又走 把我无聊 好准 你要让我太孤独的 好 我走 我走还不行 妈妈 不要 不要 我走 我走 来 来 停 老马 老马 我来找你了 好 好 好 所以 要是爸爸妈妈 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再婚 我到底该不该阻挠呢 爸爸或者妈妈 要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再婚 我该不该阻挠 其实那段时间 就是爹妈再婚 你阻挠爹妈 你早恋爹妈阻碍你 要互相搞 搞对方认识 学冬会选哪个立场 我选阻挠吧 如果蛋哥和甜甜在一起 我不是他的孩子 我都要阻挠 学冬为什么导演跟我说说 这个话题你特别有感触 哎呀 这个 因为我阻挠过一次 不成功 反正 是爸爸还是妈妈 爸爸 我说脱离父子关系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还是悄悄地得进行了 跟我也没啥关系 你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 你阻挠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 那个人有目的心啊 那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工作啊 那我养我的父母 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我还要养别人 养你的老婆 在家养你的孩子 那我觉得 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说 是不公平的吧 那你现在 你这两年来 你有改变看法吗 我还是想我爸和我妈 在一起 好 我知道你的立场 一会儿期待 你跟我们分享 没有 我有可能会改变 我觉得这个节目 很容易让我改变 对 太好了 我们一会儿 听你他们双方怎么辩论 你跟你父亲关系好吗 现在好了 以前不太好 以前是什么样的不好 就是两个人 体力值不均等的时候 关系就不好 体力值不均等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取得平衡的 就是要有一个人扶软啊 你猜这个人会是谁呢 对 好 别人再跟我们谈一个话题说 尤其是男生啊 长大最尬的一件事 就是跟父亲单独聊天 二 卡永哥跟令尊聊天的时候 尬吗 尬 讲电话无法超过一分钟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给他 要钱呢 学冬后来跟你父亲 有过沟通吗 就一直聊啊 当时不都已经 脱离关系 都已经翻脸了还聊 就现在 总归是父亲嘛 就对吧 他有什么需要 还是 就这就是心软的地方 没办法 你现在跟他聊会尬吗 不尬就把他聊酷 就要受到他内疚 你方不方便模拟一下 有哪两句话可以让他内疚 比如令尊大人在那边 哪个 你选哪个 你选哪个就哪个吧 不要紧 你觉得像就可以 什么叫觉得像 你从小也没有管过我 那你现在凭什么管我 你从小也没有养过我 为什么现在让我养你呢 还不哭 还不哭 往往最后是抱头痛哭 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有 就基本就是 就就 下回再战 就三回 下回再战 行 我们看看今天场上右边是正方黄氏战队 反方是横响红战队 这两个战队都在前一轮的比赛当中都失利连连 啊 礼拜礼战 我明天我不希望马真月被淘汰 因为马真月如果一淘汰的话 我们怎么打 就是四横走这个事情对我们对打击非常大 四横被淘汰了 然后陈明老师临时补位 十八个小时准备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陈明老师补位了以后 我们整个论怎么样去重新衔接 以及变位的调整 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内容都做了巨大的改动 小妈 我觉得你的稿子真的全部要改 全部 全部改 就是你妈喜欢什么样的男的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标准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她 我也妈妈 你喜欢啥子样的男的 今天晚上教练突然跟我说 稿子全部不行 全部同行 然后昨天搞到五六点左右吧 又写了一份新衣服 就是没错 我就撒破 就是不喜欢 我们昨天已经输了一场 所以今天这一场就是 吃在必得 你好 杨天 不禁 不禁了 四次语气发重 擦肩而过 刚才总说 今天有反省自己说 你太想要你的心思好 就你一个人想要赢 他们想就玩玩就行了是吗 不可以 应该还没讲话 为什么要有这种心 能有这种心思 这就是你们队的风格 这一看上去看上去很和平 但是我们就是一定要赢 要学习 要占 对 黄金珠的要民 不只要走断 出了多少恶心的话吗 但是 多黑暗的跟我自赛 都讲过一遍了 他们可以回去联系 对吧 以后你不再说两句 I'm sorry 对 就是为了解冠军的荣誉 对 失败 有 我们三个队员 真的是拼了命去准备这一场 希望不会辜负我们准备 好 我们现在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来投票了 要阻挠的按红键 不阻挠的按蓝键 请投票 5 4 3 2 1 反方49票 来 你们先开始 紧张 说实话略有点心虚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今天是我要再婚 还是我妈要再婚 那今天是我妈要再婚 我喜不喜欢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因为我不喜欢 不代表我妈不喜欢 为了更了解这个变题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说来聊一下你再婚的事情 然后 我妈她想了半天 她想不出一个 她比较想再婚的那种形象 我就说我给你提供几个 你选一下 第一个是 康永哥 然后是 马老师 然后是 小松老师 然后就选了这三位 她就说 哪位老师更有钱 我就选哪个 我就说 不具有钱的呀 她说 那就选马老师 因为甭曲幽默 我觉得 啊 钱选完选都不应该选马老师呀 甭曲幽默有什么用吗 我要是要找 我要找一个 温柔的温暖的 对我好的 肯定是康永哥这样的呀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我跟我妈这个年龄的差距 导致我们两个审美有很大的偏差 她今天是要找一个老公 而我是要找一个老爸 然后她找了马老师这样的 我不喜欢也是很正常的 你跟你妈都完全不用问我的意见是吧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康永哥这样的 所以 我可能会有意见 你们俩知足 小宋老师完全没人选 然后第二 说阻挠 我哪有脸阻挠我妈妈 想想我妈对我做的事情 高考还有两个月了 我要跑到广州去参加女团 然后我妈就说 你一字马都批不下去参加女团啊 然后她就收拾好行李送我去广州了 然后 我女团参加参加一半 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说 我想回去读书 我不想干了 我妈说 你个高中文凭 你回去读啥子书吗 然后她就送我去留学了 然后留学留到一半 我就跟我妈说 我觉得国内的生活比较适合我 她啥这么说 把电话挂了 然后给我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 你看 就这么短短的四年 我发了三次神经 我妈那么不喜欢 都一直在支持我 是不是 我对我妈做的事情 至少我都要支持三次 她现在离婚了 要再婚 我要支持她 她再婚了 她后面还要离婚 我还要支持她 这样才公平 这是我们俩的母女情分嘛 说完了我妈 说一下我爷爷再婚的事情 我爷爷在我奶奶去世几年之后 独守空房 终于今年通过在公园拍手 认识到了后半生的真爱 大家可能不知道拍手是什么 就是两个老年人站在一起拍手一万次 为什么 然后就在我爷爷准备跟这个阿姨再婚的时候 我小姑姑非要出来阻挠她 火生生地把我爷爷的忘年恋 夕阳恋逼成了地下情 爷爷到现在还是每天晚上 偷偷摸摸地去公园跟那个阿姨一起拍手 我妈和我爷爷都是成年人了 成年人想做什么事情 你拦都拦不住 而且脱一弯不讲 如果我妈今天没有再婚 那肯定不是因为我阻碍成功了 而是因为我妈不爱马东老师了 所以俗话说得好 打不倒的马老师 你就认输叫一声 爸 我是觉得他讲自己身上发声的故事 我觉得是最可爱的 这是真的 这老年人就是 对 按摩那个手部穴位就这样 而且要快速地拍 因为慢得没有意义 都不用互相打 就自己打自己就行了 如果要产生感情 不是应该互相按摩手部吗 他阻挠嘛 还没答应嘛 如果不阻挠就不用这么拍了 这么拍了 好的 来 下面正方一遍 要阻挠 乍一听 特别地不讲道理 就是父母都离婚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爱情 我阻挠干嘛 我是嫉妒吗 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按你们的逻辑 我们先不阻挠 我们试试看会发生什么 不阻挠 举个例子 我妈现在有了一个男人 我真的很不喜欢她 但是不阻挠嘛 所以我就还是支持他们结婚了 然后他们结婚之后 我就特别难受 因为我就是跟不喜欢的人怎么相处呢 我觉得跟我一样理性善良的大家 我们都会先试图去喜欢一下这个人 我们先努力一下看看嘛 万一他有什么优点呢 对不对 但是你们知道吗 有的时候 有的人他还真的就 没有什么优点 我的意思是 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地去喜欢一个人了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不起来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放弃的 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 这个人已经成为我的家人了 我还是很想努力 然后我就真的去上网搜了一下 应该怎么和不喜欢的人相处 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上说 首先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学会宽容 早睡早起做运动 培养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 朋友们 这叫养生 所以你们发现没有和不喜欢的人相处真的好难 不喜欢的这种情绪一旦出来了 你很难克制 你可以克制一时 但是你不能克制一辈子 还有最后一个点 就是可能有点 就是一个有点严肃的话题 所以我要切换一个 类似于黄之中老师的模式 就其实今天叫变题 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生活中真正遇到的呢 很少吧 可是我们就会想现在会不会就真的有一个小女孩或小男孩 她正在纠结这个问题 她也许很年轻 然后她不懂这个人我为什么不喜欢 可是我就是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怪怪的 她不用那么快 我要切换一个 类似于黄之中 她有一个很好的还没说 然后她不知道要不要讲出来要不要阻挠 然后她今天听了反方的观点 然后她觉得说我不要讲出来了 因为我讲出来好像显得我不成熟 我不懂事我阻挠了妈妈的婚姻 可是我们觉得讲出来 因为其实很多社会新闻 就是从这个叔叔看我的眼神好像怪怪的 这个阿姨看我的眼神好像凶凶的而来的 我知道大家现在身上有一股冷汗 但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变题 我们两方都有可能出错 今天如果我们错了 这个世界上不过就是多了一个阻挠妈妈恋情的熊孩子 但是今天如果对方错了 那个叔叔的眼神真的怪怪的呢 如果那个阿姨真的凶凶的呢 如果李大老师真的不疯去呢 所以 而且莎士比亚都说 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还会相信什么真理 以上 我觉得逗逗今天没有表现好 有一两个关键剧她没有说出来 所以就导致整个后面就大家有点 觉得她不知所欲 现在是返方64票 领先15票 两位来请到开杠台 然后每个人只有45秒时间 从返方马建月开始 李逗逗 你非要阻挠 我也没办法 但我爱我妈 你爱你妈妈 我爱我妈 所以我希望我妈找到一个更优秀的男人 而且阻挠不等于一定会成功 马老师还不够优秀吗 你刚才说 因为你觉得你妈妈对你好 所以你现在阻挠你身上其实是有一种道德压力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朋友找了一个不靠谱的男朋友女朋友 你会不会阻挠呢 对了 不要想要太多了 今天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告诉我妈 如果有一天我找了一个她不喜欢的男朋友 她也不能阻挠我 只能认真 这是因为她是我妈 她是我最亲近的人 竟然连朋友都可以阻挠 为什么家人不可以 时间到 反方十秒 我觉得朋友也不要阻挠吧 就是自由恋爱比较好 可以了 肖马好可爱 今天斗斗的表现是我之前从PK赛一直看到现在三场当中表现最不在状态的一场 开杠的那个部分没有把战斗力发挥到最高 因为她脑子能塞太多东西 有点进退失措 好 我们看一看 目前是反方领先20票 在整个的一变过程当中 这个舞台真的发挥了小马的特点 那今天的效果很好 拉票率也很高 本节目的超级赞助由 你爱行不行 我一路躺鹰的别克军乐 黑金铭是LAGINS 一个很小红的新潮牌 搞定你最多三分钟的皇室战争 以及一勺干掉一碗饭的海天招牌半饭酱 本节目的行业赞助是 去蟹大魔王康王 好 来 我们看一看 现在是反方二变雄号 各位好 刚才对方豆豆同学非常可爱 他跟我们讲了一个观点 他说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得养身了 不要去沟通 尽可能回避 保持宽容的心态 作为一个冲突解决专家 我要告诉你 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这件事情正如你后面说的 一定要说出来 但关键是说的方式 说的角度和说的技巧 今天这个题目当中 它是说 爸妈如果离异了 找到另外一个人 如果各位不喜欢 我们要不要阻挠 其实多数人会想到阻挠 但是在我们冲突解决专家的眼中 最刺眼的三个字 其实是不喜欢 不喜欢你什么都没说 你只是表达了一个 无比刚硬的情绪 你不喜欢什么嘛 你可以告诉我嘛 比方说 豆豆 如果家人要再婚了 他说我不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这个男的 被我妈带回来 每天到晚都抽烟 告诉他呀 他也许可以到外面去抽烟呀 他可以家里面 你们喷一点空气清新剂呀 或者有可能 他善意地为你做出改变呀 你说不仅仅是这种小事 我还觉得说 我未来还会有人继续爱我嘛 那你曾经的父母亲 是怎么爱你的呢 你可能说 他们每天都愿花点时间来陪我 陪我一起去看小猪配棋 他也可能做不到啊 所以如果你盯住的 不是不喜欢这种 高度情绪化的表达 你有可能坐下来 去聆听你们彼此的需要 你会发现整个现场 变成一个可以对话 可以沟通的现场 而最妙的是 你有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他愿意无比善良地 为你做一些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不愉快 在这个题目当中 至少涉及三个对象吧 我们离异的父母亲 我们自己 和那个他们爱的人 我们当我们在情绪当中的时候 我们在对话中 我们通常都在寻找敌人 那个人不对 那个人不好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也许在亲密关系 或者矛盾当中 敌人没那么重要 我们会说 比方向萧萧 我说 我最近有个活动十万块钱 瞧不起谁啊你 你变了萧萧 你怎么会这样呢 以前我们的友谊 你现在耍他牌 你注意到吗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 把人跟问题拆分开 我们永远会责怪 那个跟我们一见不一致的人 我们会攻击他 我们会责怪他 这个情景当中一模一样 你有没有可能 把问题跟你爸妈拆分开 真正的问题 也许不是父母 也许不是那个 介入你们婚姻的可能性的 爸爸或妈妈 而是这份不喜欢 我们通常有一个习惯 我们把人放到对面 我们站在这一面 我们觉得对面的人是敌人 是恶魔 有没有可能我们动一动位置 我们把所有人 都放到这一面来 我们把那个不喜欢的问题 放到对面去 我们一起来想 怎么解决那个不喜欢 敌人不是爸妈 是不喜欢 我自己平常的工作 不是变手 是一个谈判专家 我在我进入到 冲突解决这个门的时候 我的老师们经常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学科 有一个特别单纯的信仰 就是我们相信 这个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有解决方案 我们都有可能 用合理的 舒适的 理智的方式去加以解决 你在我在不同的时候 我都愿意分享 这个信仰给大家 真的事情没有那么难 真的你可能找到 更好的解决方案 你们家的事 我是一个局外人 我是一个陌生人 我都可以提醒你 保持一点点善意 面对你的知青 面对他们的幸福 面对你自己的幸福 有没有可能 你有一点点善意 你这点善意不需要太多 一点点就好 因为如果你有这么一点点善意 你就不会变成一个熊孩子 只要不喜欢 就去阻挠 谢谢大家 熊号不错 熊号这场的观点很不错 讲得很清楚 接机气了 好 二变返方以后得了十一票 现在已经是八十比二十领先 再婚这道题 有特别想打 就是你们有特别想说的东西点 不想打 不想打 不想选 不想打 因为我父母都是离婚加再婚 我觉得这个题目里面 确实需要一些案例 但是 但我的案例都很沉重 我是觉得讲了会荡气氛 就是我从来七八十面试的那一天 我就说我不想打 父母类的题 但是 打到这儿为了胜利 所以 正方二变奶茶 谢谢 熊孩子来了 熊号老师 你的父母一定没有栽婚过吧 对不对 巧了 我有 还两次 我来分享一下经验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实战才是真理 他们都是纸上谈兵 来 先说一下我妈 我妈前两年再婚的 然后她找了一个新爸爸 对 这样可爱一点 新爸爸 我这新爸爸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她不工作 她不赚钱 像学冬老师的新妈妈一样 那不是我妈 我现在没有 永远不可能 那个 原来慌张 然后发生了个什么情况 我妈不工作 我新爸不工作 我妈想工作 我新爸不让她工作 最后他们决定 让我去工作 这 不是 对吧 哎 靠谱门你们觉得 就靠谱门 对吧 说那啥玩意儿 这才是不靠谱的爱情 大家一定要知道 黄婚恋 再婚 不是每一段 都那么可歌可泣 他们说我们幼稚 说我们是熊孩子 但谁熊 谁幼稚 不一定 至少在我这儿 我才是我们家成熟的 那一个小可爱 谢谢 然后 她的话让我觉得 很想跟她拍一个掌 对 就是那种感觉 第二是我爸 我爸呢是 我俩不怎么太见面也是 然后但是离婚了以后 我爸有一年来北京找我 然后呢带我去逛商场 然后我当时还挺开心 然后逛了商场呢 买东西嘛 然后我向上一双鞋 他给我买双鞋 一千三 荧光绿的 我当时特别开心 因为我生活过很结局 就有一双好鞋不错了 然后晚上到晚上饿了嘛 我爸又带我去吃饭 我们俩已经点了个盖饭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里面比我多了一个狮子头 但是我爸没有说什么 他就低着头 把狮子头夹给了我 然后跟我说好吃 然后我当时特别开心 因为那是我爸 在我的记忆中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比喜爱好 然后我爸警戒就问我 他说 你前两天遇到那个阿姨 你觉得怎么样 我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 我说 其实我内心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生 她可能想求点什么 但是我是个好孩子 我不是熊孩子 我说 那个阿姨不错呀 人很好呀 爸爸爸爸说一大堆 我爸也知道我的意思 他说 好孩子真懂事 这个回忆就到这了 但是我上次见我爸 就是那个时候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我就在想 好孩子 代价这么大呀 我没有懂事这么多吗 为什么呀 我在想 如果我当时稍微地阻挠一下 我跟他说 那个阿姨 我觉得他人不好啊 他这不行那不行 我说一说 我爸会不会先多看我了眼 他会不会觉得 我没有他想象中的 我没有他想象中的 那么坚强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不知道 我们说好孩子 好孩子 好孩子 我们不想当熊孩子 好孩子给谁看呀 没人看 如果有一天 你的爸爸妈妈 想跟一个你不喜欢 能再回 你去阻挠 你倔一点 你倔强一点 我们人们 面对别人 能懦弱的时候很少啊 但父母不是恰恰是 允许我们这样的人吗 我们坚强给谁看呀 最后 刚才你一直在问我们 你说为什么阻挠怎么样 我告诉你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只是我们害怕了 我们怕了 你们在一段婚姻之中 你们两人受到了伤害 可能结局不是很圆满 你们受了伤 我也受了伤 加油 我也受了伤 当你们 当你们在 我不知道用多久的时间 习惯单亲生活 当我终于习惯好了 你告诉我说 你要再婚了 而且那个人我不喜欢 我这时候要做的什么 我要重整旗鼓 我要跟自己说 OK 我要准备好迎接 下一段生活了 我要走入另一个家庭 我要去抚慰自己 但我阻挠一下 我告诉你 可不可以再想一想 再等等 因为我们是本能 我们不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们不是为了阻挠去阻挠 我只是本能地害怕 最后 婚姻是什么 我跟你 我们俩彼此融入 到对方的生活里 我们百年修得同传度 如果你们连孩子 这一关的阻挠都过不去 你们的婚姻谈何长久 你们怎么百年 修得同传度呀 所以 所以这点阻挠 对于真正小时候爱情的人 不算什么 想阻挠就去 别倔 别装 我们要勇敢做 父母爱情中的 试金石 谢谢大家 好 我觉得奶茶蛮出动人的 就是因为他 讲的是自己的真实故事 奶茶这次表现很好 看歌好像 眼圈有点 我 我接触这个题目的时候 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没有遭遇到 可是 刚刚他讲到他要 好不容易适应了单亲生活 又要迎接下一个家庭 我就觉得真的很辛苦 这个 尤其是一个还没有独立自主的生活的小孩 他得被放在一个屋檐底下面对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大的考验 所以他提醒了一些我忽略的部分 现在是五十八比四十二 来 正反方二变 请到开钢台 每个人四十五秒时间 从雄号开始 刚才奶茶说的最后一点 是你想成为父母的新生活的试金石 是这样吗 对 但是爱这件事情 真的有统一标准 可以测得出来吗 有人喜欢朝朝暮暮 有的人又说又起在朝朝暮暮 真的有统一标准 可以测得准吗 测不准 但是什么 我们小时候早恋的时候 父母是不是会告诉我们 这个男生不太行 那个男生不太行 生活本身就是个轮回 原来他关心我 现在我关心他 不对 这不叫生活的轮回 这叫彼此给彼此造成劫难 曾经你的恋爱生活 他阻挠你 今天你阻挠他 冤冤相报又是何事了的 另外第二个点 对方同学说沟通一下 这也叫阻挠 是这样吗 先听回答他第一个点 正是因为我妈妈 在我年轻的时候阻挠我 所以我跟我妈妈 才有了沟通的机会 我会告诉他 这个男生哪好 他告诉我哪不好 各位 母亲永远关心我们 如果我们想 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话 她一定会来询问你 她一定在意 不需要用阻挠 我在百度当中 查阻挠的词条 联想是什么 阻挠拆迁 阻挠执法 百般阻挠 不是沟通 都叫阻挠的 好 那就跟大家说最后一点 明明我是我父母 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跟他共进退 但为什么 唯独在再婚这件事情上 他们把我们孩子 单独摘除了出去 我们不影响他的生活 只是因为 我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想表达自己 想表达的东西 我阻挠你 但不代表你们的爱情 不能继续 但我有权力发表 我想说的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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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茶真厉害 奶茶搬回来了 这一回他搬的票 可能比熊杨帅多 他竟然 他竟然能够抵挡得住 谈判专家 我实在很惊讶 我觉得主要是 谈判专家 今天穿了寿司师傅的衣服以后 他的可信度降低了 对 但是好像 刚才那个导演 在监视器里看到说 你的表情 又复杂了 我就没听懂奶茶的故事 我从头到尾都没听懂 我看奶茶 你现在也很健康 来奇葩说 你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 这件事对你有 你有没有逻辑 不是 他的带婚 跟他现在帅不帅 我是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棒 就是长得好看 事业也算有成 但是 然后我也很感谢 单亲家庭带给我这些 但是问题是 说这些话的人 可能他们没经历过 如果让我选 你说还我一个正常的童年 和现在的这些 我选我的童年 因为太辛苦了 但兄想要讲什么 你的朋友 没有 因为他那个困点 我觉得很奇怪 他好像说给他造成了 这个困扰 那个困扰 对啊 所以他要阻挠啊 这 这逻辑不是很清楚吗 对 对 好 我非常认可他 我觉得感觉跟他有 对 我觉得有亲身经历的人 讲出来特别触动 对啊 好像是吗 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的人不能讲 然后你没经历过 你可以讲 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 我没有说不能讲 你还说你爸小时候 老跟你动手的 这不是今天经历吗 四比一出局 我觉得 刚才我们这个是霸凌 我说 算了 没关系 我相信 你方陈明 一定帮你们伸张正义 来 有请陈明 就是心情非常紧张 准备时间极其有限 不到这二十个小时吧 我要讲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是给大家讲一件故事 这一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萧萧教会我的那些事》 是一件非常真实的故事 昨天晚上凌晨 我们所有人知道的 在萧萧十岁那一年 她的父亲去世了 十二岁那一年 她的妈妈带回来了一个伯伯 很不巧 正好就是萧萧 非常不喜欢的那个类型 十二岁 是一个叛逆期 最巅峰时期的少年 而且她还是萧萧 你可以想见 她用了一切 你们所能想到 甚至想象不到的阻挠的方式 去实现了 比如说 在进家门的时候 横眉冷队 聊天的时候 直接甩脸子 严重的时候 在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姥姥姥爷都在现场的时候 直接抽桌 汤汁溅到那个伯伯一身 直接抽桌 扭头就走 甚至在晚上 妈妈和这个伯伯在房间里 已经睡着了的情况之下 直接上去雷门 雷一晚上就不让你睡 这才叫熊孩子 她比奶茶的这个熊劲 我觉得熊多了 她真正正正用行动在告诉她 我不欢迎你 我不喜欢你 我也是这个家庭成员 我是妈妈的儿子 我完全有权利 对你表达 敬我这个家庭的不喜欢 表达我的态度 并且用行动表达出来 为什么要压抑自己 做 作为一个12岁的少年 他就一直是这么做的 非常的真实 都这么做完了 但他今年28岁了 他今年28岁了 我们昨天晚上 一直在聊的时候 会回头问他 问他你怎么看待 12岁的时候的行为 他给我们说了几件 我们之前 还有那个12岁的少年 之前根本看不到的事情 说了几个背后的真相 今天我看现场 在座是以青年居多 我们往往会 以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 去类比中年和老年 对待婚姻的态度 青年人选择 开始一段婚姻 往往是因为我爱她 我要跟她厮守终身 我决定一辈子 都携手前行 中年不是 或者不全是 不只是 中年人为什么 要开始一段婚姻 你知道她的妈妈 为什么在12岁的时候 会带一个伯伯来吗 因为撑不住了 这个遍地当中 有三个词 父母 再婚和孩子 这三个词 共同出现的时候 一个背后的家庭轮廓 已经勾勒出来了 只有一个 爸爸或者妈妈 带着一个 甚至不止一个孩子 上面可能有几个老人 两个是正常情况 如果是丧偶 是四个 她妈妈一个人 要养活七个人 她妈妈白天 做着一份全职的工作 晚上开着一家KTV 想不想陪她儿子 想啊 有没有时间 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赔就没有钱 有钱赔就没有时间 又想要有时间 又想要有钱 就没有身体 撑不住了 撑不住 她想要有一个人 来分担一下 这么重的家庭的重担 而这些她都不能 跟孩子讲 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 自己的情况 又影响到自己孩子的成长 她只是需要一个人 来搭她一把肩膀 这是很多时候 我们中年开启一段生 爱情重不重要 喜欢重不重要 重要 但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生活 压力 现实的这些难题 要不要考量 这还只是中年 如果是老年呢 我们的父母年龄 再大一点 你以为两个老年人 重新开启到婚姻的诉求 是什么 因为爱情 一见钟情 携手相老 已经老了 他们只想驱散孤单 很多六十多岁的老人 之所以要找一个老伴 他不想让自己 晚上深夜心脏病突发之后 三天才被人发现 这样的例子 报纸上少见吗 他想让晚上睡觉的时候 身边有一个人能陪着 自己有任何突发的情况 有一个人照顾 而自己也能照顾他 他想让白天一整天 都有一个人能陪着 说实话聊聊天 有一个人在旁边跟着他 就觉得很开心 而孩子能做到这些吗 你能陪 你能全天全夜地陪着吗 你不能啊 这只是他开始一段 婚姻的理由 如果父母选择一个人 要开始一段婚姻 都不只是因为喜欢 子女有什么理由 只是因为不喜欢 就阻挠这段婚姻 你们有这个权利吗 奶茶 你刚才中间有一句话 很打动我 你说我就是本能地不喜欢 我就是不喜欢他 我们也在问肖肖 他也就是本能地不喜欢 我们试图得到结论 我们说 你到底不喜欢他什么 他身上了什么特质 性格还是什么 肖肖的答案非常酷 他告诉我 我不喜欢那个 那么容易喜欢 一个新爸爸的自己 我不想让自己觉得 是那么一个容易背叛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孩子在想到 这个新人出现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 本能地不喜欢 这是一个 十二岁少年的想法 可是二十八岁的肖肖 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 二十八岁的肖肖 怎么告诉我们的 你以为 只有你在遭受 背叛的煎熬吗 你以为只有你吗 他妈妈 十二岁把这个 男人领到家来的时候 在没有你出现的时候 无数次在心中问过自己 我这样做算不算一种 算不算一种 某种意向的背叛 而你的每一次出手的阻挠 都是在天平的这边 再加一块石头 把它往下压 再把它往下压 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事实上 这真的是背叛吗 我要负责任地告诉肖肖 二十八岁的肖肖 也知道 这不是背叛 你心中那块 留给父亲的土地 没有人侵蚀 不是要一个新的人 占据这块土地 而是你的妈妈 想开辟人生中 新的一块土地 来开花 来种菜 来结果 来开始人生中 新的一段旅程 没有背叛 没有背叛 这是一个成年人 在一个成熟的 在一个自然的婚姻状态下 自由和尊重意志的选择 只有你的每一次的阻挠 才会让妈妈 真的觉得自己 好像真的在背叛 你在给她的伤口上 还在不断地撒烟 真的你足够你妈妈 自然而你心里 会得出那个答案 不阻挠是应该的选择 谢谢 有一点点感谢陈明老师 等到他讲完之后 我会发现 自己真的做得很过分 我妈她丧偶的这种情况 她没有伤害任何人 是生活伤害了她 对 所以我其实崩溃的点 是这个 好 陈明发言完了 三遍的跑票数是27 反方63比37领先 来 严如京 我很好奇 如京会说什么 非常好奇 你想一想 如果我现在是那个 12岁的小孩 我表达了我的情绪 陈明夸夸夸 讲了6分钟 我很压力 我不得不懂事了吧 你把话都说成这样了 你在逼这个小孩 你都说了 这是潇潇 她28岁之后 她成年之后 她回去想的时候 她发现了 她沉淀了之后知道的 但是你跟这12岁小孩 说的时候是什么 你把刚才你觉得 所有的压力跟情绪 挤向这个12岁的小孩 当年12岁的潇潇 难道不辛苦吗 刚才奶茶说的故事 学冬老师说的故事 萧萧本人的故事 他们当年的情绪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也没有说再婚有错 再婚也没有错 所以这个问题是 当有人要再婚 有人不喜欢的时候 谁来克服这个障碍 我觉得应该大人来克服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是小孩啊 我是小孩 这答案虽然很肤浅 我是小孩 你不能奢求我 马上知道这些道理是吧 但是你得教我啊 我为什么阻挠 我说我不要 我不要 是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去喜欢这个人 我信任你 你是一个大人 你可以给我答案 我自己想不出来的 萧萧可能比较激烈 她用打的方法 她用敲 她用闹的方法 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闷着 但是如果我说了 我信任我的父母 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如果当年萧萧阻挠的时候 有问清楚 她妈能说清楚 她可能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不用她自己想 是吧 我们为什么阻挠 阻挠是我信任 大人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所以我阻挠你 让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再婚 和我怎么克服我的不喜欢 你们刚才一直觉得 我们不喜欢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是有道理 可能小孩表达不清楚 因为我不喜欢 肯定是我看到了一些 别人没有看到的另一面 我不喜欢某个人 因为每个人看人的画面 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的是这一面 我看到的是这一面 我不喜欢 我让你克服我的时候 我们可以沟通 这就是阻挠的目的不是吗 你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画面是 你喜欢她吗 喜欢 没了 因为喜欢之后 我能什么有反应 有什么情绪吗 我不会去挖掘后面的理由 但是我阻挠的时候 她就会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最后有八个字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今天我们卡的 都是因为 我们没有这八个字 叫有勇于索取 能被拒绝 什么叫勇于索取 就是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东西 想争取的东西的时候 要说出来 但是我提醒这一批小孩子 一个道理 我们是能够被拒绝的 有一些人生痛苦在 她卡在了前半局 她不敢索取 有一些人生卡在了后半局 她觉得她不能被拒绝 但是只要我们保持 勇于索取 能被拒绝这八个字 面对不喜欢的东西 理性反弹 这才是最健康的心态 谢谢 来 两位请到前面来吧 从陈铭线开始 每人45秒 我想先问一下如今 你刚才说的意思 是不是说孩子 其实是有阻挠的权利 但是家长其实也有拒绝 这份阻挠的权利 没错吧 对 我希望家长来克服 很好 孩子是有阻挠的权利 毋庸置疑 可今天题目的那个字 叫该或不该 我们看到的是 他该不该行使 他的这个权利 对不对 对 所以他应该行使 好 你刚才说了 应该行使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孩子 会比较脆弱 这份应该由家长来扛 对吗 对 以后长大了 我的男朋友你不喜欢 我会自己克服 好 核心问题出现了 家长是不是一个成年人 自然人 自由的家长 没错吧 对 不然的 他的婚姻是谁的事情 两家人的事情 这就是核心增足 正方没有时间了 我们希望由父母来克服这个事情 因为你当时你比我成年 谁有能力克服 谁来克服 谢谢 他们俩刚才这回合能解除你之前的那个顾虑吗 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我脑子现在一团粥 尤其是我听完奶茶 又听了萧萧的故事之后 突然什么立场都没有 我觉得好惨 我觉得他们好可怜 因为你问我就是说他 他小时候觉得不幸福 他现在愿意拿现在的一切美貌 换一个幸福的童年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阻挠了你就幸福吗 不一定啊 就是所以但我说这个话又很没有人性 他就又很惨 就好像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情 最幸福的情况当然是你爸爸妈妈相亲相爱 你们一家三口 但是感情已经破裂了 不幸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后续要做的该不该阻挠 其实就是怎么在这个不幸中坚持下去 怎么在这个不幸中才能让自己更幸福一点吗 这个我没有经历过的人 我是觉得只能我自己坚强一点 我成熟一点 我多理解一点 我可能幸福的几率会大一点 我在那里砸门 我在那里哭 我在那里闹 我不觉得我会更幸福 我觉得如果当年萧萧没有去阻挠这个事情 反而被枷锁起来 被困在一个罐子里面 他怎么都闯不出去 他不去阻挠的时候 他应该现在会更恨他这个家庭 更恨他现在这个父亲 因为他连宣泄和发泄的地方都没有 而且你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的孩子来说 他阻挠是他的人性 不是他要去思考什么 这是我想要我原来的爸爸和我原来的妈妈在一起 曾经我小的时候 七岁的时候 我的外婆问过我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妈妈再婚的话 你会开心吗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开心 我说我不开心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再也没有 没有过感情的事情给我知道 也没有再婚 我觉得我很后悔 就是很后悔 那个时候我做出了这个这样的反应 但是不是故意的 条件反射 这就是我真正愿意的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一起 那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像如今说到了两个字就是客服 为什么要我去做客服 陈铭老师说的那个他是逝去了 我们现在说的是离婚 离婚是两个人做出了选择 而这个选择不是我们做的 不是我们小孩做的 是你大人做的 但是这个后果要我们小孩去承担 当你在婚的时候 这个选择又只能你去做 后果还是要我们帮你去承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客服的话 我为什么要我去客服 你为什么能不能帮帮我 我听一下我的内心的世界 让我去 去告诉你一些我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大家都好不容易 我现在觉得看你这个表情 最不容易的就是你 你知道吗 你有一副心梗前夕的表情 刚才萧萧又听不下去 其实我觉得这要题真的 大家不用想着这么悲壮 两方都没有考虑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妈再婚以后的生活 大家都预判了我阻挠 一定是我非常自信 我妈结婚之后 因为我的不喜欢会不幸福 但是我妈再婚以后 我觉得我活得好快乐 来我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例子 很多人会觉得 单亲家庭的小朋友最需要什么 爱和关注 其实不是 单亲家庭的小孩最需要的 其实是空间 为什么 因为当我妈发现她需要一个人 同时担负起父亲和母亲的责任的时候 她对我是360度 无死角地监控我 我妈这个年纪 她每天的排气量是不一样的 但是出气筒只有我一个 当这个叔叔来到我们家之后 我妈的注意力分散了 出气筒成功地转移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而且你们知不知道 我妈一个人带我的时候 她最爱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 我的妈呀 多可怕 她如果持续地保持单身 单身生活的话 她现在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 搬到北京来跟我住 我连去纯K的时间都没有 而现在她的晚年生活是什么 跟我现在的继父 在成都两个人经常没事自驾游 她开心 我也开心 青春期的孩子 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钱和自由 是不是 是不是 多一个人 多一份钱 多一个人 多一份自由 多好 志忠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场比赛打一打以后 好像大家都在讨论一个是非题 你看今天我们说 她选的对象我不喜欢 该不该阻挠 又不是阻挠她再婚 我是阻挠这位赵阿姨或李阿姨 这不是个是非题 这是个选择题 我如果把场景我们假设一下 假如今天 假如今天 是你的爸妈 先后带了两位阿姨来 跳广场舞认识的嘛 对不对 礼拜六带了赵阿姨来做客 礼拜天带了李阿姨来做客 你很讨厌赵阿姨 这时候爸爸问说 你什么想法呀 这时候你说出我不想你跟赵阿姨在一起 是不是就没压力 选择题就没压力了 对不对 是的 而今天为什么我们会一不小心把选择题思考成是非题 这其实是一种看不起你爸妈的一种表现 就是你觉得他找不到 这是唯一的选择 你听得懂吗 这是一种自大 就是你觉得 哎呀 这个他已经没机会了 这是他最后一根稻草 这不是他最后一根稻草 他可以有很多根稻草 他当年找到你爸 之后也能找到新爸 所以其实你好像说我很懂事啊 不好意思我很懂事 我不反对 那是在骨子里深深的瞧不起他 你懂吗 我瞧不起你能找到更好 这是不对的 所以开怀一点 这是不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 其实我讲的是我爸爸的故事 怎么讲 因为我妈妈很早就生病就不在了 然后我爸爸就一个人 有一天我姐姐就说 她说 我的妈呀 你干妈刚刚跟我打电话 我说我干妈说什么 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 你干妈想要帮你爸 想要帮我们的爸爸再介绍一个人 然后我就说介绍谁 我就孤隐其名 我就借用赵阿姨 所以我姐姐就说 她要介绍赵阿姨 然后我跟我两 我姐两个人就一起做出呕吐 就说 每年过年 我们早上七点就起来 等客人来拜年 然后就要领红包 我们非常在意那个红包的厚薄 就是我们两个惊到 我们一拿到红包 一捏就知道 这个红包像不像样 然后有一些很尖诈的大人 他红包用很厚的指头印 所以我们一捏就以为很多 就打开那么少 就觉得很失望 可是这个赵阿姨不但 她连这个场面都不做 她每次都带来一盒瑞士巧克力糖 然后我们要现金啊 就是 我们要拿到 拿到糖就很失望 所以后来早上 如果听说是赵阿姨来 我们就不起床 就不想拿那盒糖 所以这个印象就深深地烙在我们脑中 就是赵阿姨不是一个适合 走进我们家门的人 所以后来我干妈说 帮忙介绍这个赵阿姨 给我爸的时候 我跟我姐就觉得说 不行 一定要阻挠 结果后来我更好笑的事情 是真的发现在 集中刚刚讲的事情 就是我爸自己也不要赵阿姨 并醉也是要现金吗 我爸后来自己交了一个 非常年轻的女朋友 然后我姐姐 我跟我姐姐觉得她好转 就是搞定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 肖肖的心情一样 我好希望他们结婚 因为我真的不想变成 我爸就盯着我 所以就 小孩有小孩的担忧 大人有大人的打算 这就是大家各过各的就行 最后还有各30秒的截变 因为是反方先开始 所以正方先截变 然后反方最后截变 正方是谁来 30秒时间 正方是谁来 正方是谁来 正方 谁来 我先开始吗 你可以吗 对啊 截变咯 我觉得打到这里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总结的东西 那我只说最后两句话吧 我觉得任何情况都不要害怕 给爸妈找麻烦 他们有能力应付的 我们爸妈聪明得很 那另外一句话是告诉孩子的 也就是不要默默地付出 也不要默默地受委屈 所有东西主动去争取 那就没有人默默地辛苦 谢谢 反方 30秒 陈铭 谢谢 先明确一件事情 不喜欢的态度 要不要表达给父母听 要 不是所有的言语表达 都叫阻挠 阻挠要落在行为 行为是在切实地阻挠 第二件事情 如今一直在说 这到底是谁来扛的问题 不好意思 不是 总归是要一起扛 我们只希望孩子 多多在这种问题上 体谅一步 我知道你有阻挠的权利 但我希望你不要轻易使用 不该去阻挠 是因为你为爸妈多想了一点 而该就是一个任性的表达 我想我就拍 它真的跟孩子气没什么区别 多体谅一步就好 谢谢 谢谢 来 最后所有观众 做最后的选择 他们两个队谁再缺一个人 都很张 应该是正方赢 我也觉得正方赢 正方红剑 反方蓝剑 一起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我们可以把票锁在这儿 剑教授 您现在还是反方立场吗 今天晚上我没想到 这是我头一次在七八说 听到那么感人的话题 但是我的任务 还是做经济学的分析 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不应该阻挠 原因是这个世界上 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律 一直在起作用的 那就是谁更容易适应这个社会 谁就有责任去适应这个社会 或者用刚才如今说的话是说 谁有能力去克服 就是谁应该去克服 他是说一个社会 它会有各种冲突 冲突总有人要适应 那么如果我们每次都是 让那个容易适应的人 去适应的话 那么达到一个和谐社会 它所付出的总成本 就会最小 这个定律呢 在经济学里面叫汉德公事 我们每一个人成熟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学会怎么样 愉快地接受这个世界的过程 我们会以为 我的感情就是这样的 我天生就不喜欢这个 我天生就喜欢这个 其实不是的 我们是会受外界的影响 我们生存压力的影响的 我们在单位里面 我们不喜欢这个上司 我们不喜欢这个公司怎么办 当然你有别的机会的话 你离开 但是更多的人选择 让我自己慢慢喜欢上这个上司 喜欢上这个公司的文化 因为这样活下来比较容易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现象 有些公司上层的领导喜欢爬山 下面的人也爬山 喜欢下棋 下面的人也喜欢下棋 这个现象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你去适应这个社会 你去学会适应这个社会 其实我们每一个小孩 都开始应该学习这个过程 知道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 你想想看 你要一个你看得顺眼的世界 是可能吗 但是如果你要学会 把世界看得顺眼 这真的那么难吗 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父母要再婚 随着你的年纪增长 越来越不该阻挠 谢谢 看永哥 还是正方立场吗 我对于我们的文化里面 家人彼此干涉的程度 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程度 如果现状是如此 那真的没有道理 只有爸爸妈妈介入小孩生活 小孩又介入爸爸妈妈生活的立场 而这个介入的原因很简单 你在要做一个决定之前 你在征询身边的人的意见 而身边的人 对你最了解的人是谁 父母亲非常有资格 觉得他们最了解你 所以当你交了一个男朋友 他在旁边看到说 实在不适合的时候 他会点一句说 你们不会幸福的 小孩呢 跟爸爸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小孩也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 是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他如果觉得这个人不适合 他发出一个警讯 也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 所鼓励的家人与家人之间 彼此介入对方生活的方法而已 我们就不是美国人 我们不叫我们的爸爸Peter 叫我们的妈妈Mary 我们就是叫爸爸跟妈妈嘛 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这么在意 亲子之间互相牵绊的程度 然后你到了这个节目 你要说到我们小孩身上 我们就忽然清高了 我们就觉得爸妈你们做自己啊 那我们就不介入 我觉得这有点太悬空了一点 薛东还是阻挠吗 我发现他是内心非常坚定的那种人 对于我来说 亲身经历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那种坚持可能没办法被一瞬间所改变 就是这可能是我坚持了十年 二十年 因为四五岁的时候 家庭有这样的变故 那对我来说可能我没办法做选择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我希望我那时候更懂事一点 那离婚都不让他们离 就是一直在怪自己 这么多年一直在怪自己 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阻止他们离婚 我阻止过但是没有成功 那他们再婚的时候 我也阻止过 为什么又没成功 这个题目就好像是 一拿到的时候我坐在车里面 我就劈头盖脸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阻挠还是不阻挠 反正你阻挠了也不会成功 但是你起码做出了 你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 你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然后我也有一点抱歉 刚刚跟陈敏老师说的那个 因为我可能没有把题目看得太清楚 一个离婚和失去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失去的话 另一半失去了 我会非常愿意 让我的父母的去找寻另一半 我们就像学冬说的 他是奇葩说粉丝 然后追我们每一期节目 其实追我们节目的人 都会觉得说 你们都巧舌如簧 你们把每一件世界上的事情和道理 都掰开了揉碎了 从自己的角度去讲 目的是为了战胜对方 而今天这个话题 我还自己蛮多感触的 我会发现现场分成两种人 一种是讲道理的 一种是讲感受的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 都是在讲道理的 你往往置身事外 我会发现 我们这个桌子上坐的五个人 教授 康永哥 我都可以大而化之 淡淡可能就说 啊 怎么你们这么惨 是为什么 是因为 就是有一句歌词 叫白天不懂夜的黑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 这么大 这么多人 别人到底经历过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幸把这样的问题 拿到一个节目当中来 跟大家讨论 就是让你看看 别人跟你过的是 不一样的生活 那肯定也有很多东西 是你自己经历过 但别人无法经历的 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 知道别人 原来跟我想的不一样 因为他跟我的经历不一样 他就应该那么想 然后我们也特别感谢 我们这个节目的 所有赞助商 因为谢谢你们 出现金 而不是瑞士巧克力 才能够让我们 好好地去做这个节目 你下一期不想拿 瑞士巧克力的赞助 不是 我想让瑞士巧克力 也出现金 而不是只赞助我们巧克力 我们谢谢 你爱行不行 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军月 谢谢 谢谢北京HLAGINTS 一个很想红的新潮牌 谢谢 搞定你最多三分钟的 黄世战争 谢谢 一勺干掉一碗饭的 海天招牌半饭酱 把视频搞大一百倍 看啥奇葩都不累的 电视APP 奇异果TV 来 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我们昨天已经输了一场 所以此时此刻 今天这一场就势在必得 心态上一定是必须要赢 事实上的赢面真的不知道 我们必须要赢 我们不能再输了 心里已经默默地觉得 我们队要输了 再输又损失一名队员的话 损失会比较大 我希望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少了 最后结果是 返方舞票获胜 太难了 如果明天要是赢了的话 我可以答应大家一个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 君主爸爸 黑镜 HLAGX 帮我们十年的T恤 没有问题 我们什么都不够多 就是有钱 如今又输了 如今肯定要输了 我今天确实没有表现好 财上打得很吃力很吃力 我现在就是在绝境 但是绝境之后会不会有希望 我就去想想吧 太累了 烦走 不想录 那这两天真的太累了 其实我们准备的东西很多 但就是因为多烦 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选择上很难判断了就 如今很自责 我也觉得苦 我也觉得很自责 那今天 我们最终是反方胜出 所以很遗憾 要从正方三个人当中选一个人 离开齐发说的舞台 我们要劳驾 现场所有观众给我们投个票 支持李逗逗的按红键 请按键 五 四 三 二 一 第二位 奶茶 请按红键 六十七票 严如惊 七十五票 你说 我想最后说一句话 因为这是我在奇葩说舞台上最后说的一段话嘛 因为回家以后就没人听我说话了 我做过一年的留守儿童的志愿者 我特别有感触 我刚才听到那段话 就是他们不喜欢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他们不敢说 就有一个小女孩 我说你这么想 我当时想得很轻松 我说你这么想你妈妈 你打个电话嘛 然后她说不行 我打电话的话 我妈妈就特别担心我 而且他们肯定是不能回来的 因为他们要赚钱 这样子我难受 我爸爸妈妈他们也难受 然后我就觉得 他们这些小孩子 他们每天都在克服自己 所以我不同意 跟陈敏老师说的 小孩子不能看清生活的真相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小孩子是最能看清生活真相的人 然后对于妈妈 找了一个不喜欢的人 这个事情相比较 是多么一个轻松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人 我觉得你不喜欢他 你就说出来 因为其实是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就阻挠一下没关系 然后谢谢大家 然后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如今 就是我们对真的 妈呀就剩四个人了 三个人 好了不说了 谢谢逗逗 谢谢你来参加《奇葩说》 谢谢 就是太紧张了 就是觉得这一场比赛太重要了 绝对不能输 然后可能无形中就是特别的紧张 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把逗逗搞丢了 看我今天逗逗走这个 觉得有点 有点难过 就很想让如今走美 拿冠军 但是队里现在人太少了 就希望等一下以后这样也会办 压力可能会很大 就没场地而上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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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他一直都没有拿到BBQ了 然后就能有心 就所以当时秋晨他们也选了我 但是我还是选了如今和志祖老师 就是因为我 我总觉得自己想帮帮他 我们有的人把其他说当成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参加这个节目 但是如今他说 他是一个变手 他爱辩论就像奶茶喜欢跳舞 就是希望后面能好好打吧 我们就争取我们四个人 再一个也别死了 然后 争取得过冠军 对不起大家 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 让全场好多人都在掉眼泪 康永哥在掉眼泪 萧萧在掉眼泪 奶茶哭得跟什么是人的 齐巴说现场经常会有的时候 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让人 他太没劲了 不想顾你们这破节目 我是从中段就开始难受的 太难受了 对不起 学东 让你来录的第一场 就赶上了这么一个让大家激动的话题 但是我们保证下一个话题 其实我超想哭 但是我就忍住不哭 你是怎么忍的 我已经答应过自己 不能再为这个事情再哭了 已经眼泪已经勇敢了 感觉 对 然后我想跟那个奶茶刚刚说 就是他在问我那个什么 那个 在一个妈妈的时候 我就说出了 就是其实可能比较 比较好像大声的一个 比较攻击性的语言 我说那个人不是我妈妈 然后不是我妈 我现在永远不可能 这个改变不了 我也非常实话 就是就算有人骂我说 你对别人不尊重 或者怎么样 我世上只有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 没有别人 我不可能 你再婚不再婚跟我没关系 所以美国人的习惯是比较好 他不会称那个继母 或者继父 做妈妈或者爸爸 就叫他名字 其实薛教授 倒没有真的哪一种习惯一定是好 或者哪一种习惯一定是不好 其实我们都是在好和不好之间 挣扎着度过一生的 我们都是在好和不好之间去寻找 最适合我们自己的 也许最后找到的 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不好 但刚好就适合我们自己 我刚才被学东打动的就是 可能在无数人心里面 他刚才那番话是不好 但也许对他来说是好的 然后奇葩说这句话题 也许在很多人心中 也未见得是好的 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 也许是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奇葩说》 下集节目再见 哇 这是什么呀 哇 全是 有很多 看到这里几个大作吗 小一方很想从战队 十一年的情绪 谢谢我们的君主爸爸 PG H-O-A G-S 开心 我要全部搬回去 上新浪微博搜索奇葩说 为你喜欢的论点短视频投票 为他赢取微博奇葩人气王 上新浪微博 参与奇葩说第五季遍体讨论 与老奇葩逼逼起来 智能电视用当倍市场 下载奇葩TV软件 大屏同步观看奇葩说 更多导师和新老奇葩的独家幕后花絮 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西门 回复奇葩说一键送上 感谢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 感谢澎湃新闻 网易新闻 界面新闻 一点资讯 Zagr的大力支持 上百度 关注奇葩说官方寻找号 来百度APP搜奇葩说 教你如何做杠精 来兴趣部落和八千万九五后 一起讨论奇葩说 所有的观众 其实在每周日在爱奇EVIP 可以看奇葩ICU这个节目 或者在东西门 来了解我们这个奇葩说 台前幕后的情况 他不搞定了 我没法找下面那个银 对手真的太强 管姐 内心压力和释放 是不是为了成长 回答我 是还是不是 因为这场就是很关键 因为是两个赢队的较量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轻易打败 我感受到的痛苦有多深 是我来衡量的 我要不要按这个钮 也是我来衡量的 对吗 我们都一定要赢 不能有任何一个人走 我觉得我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不觉得我们有 可以被淘汰的人 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非常惊讶 就是这么遗憾 真的 就是这么遗憾 想看见没播的 选手刺激嘴自己吗 每周五周六 奇葩说上窜下窍等你 奇葩自称一派 投屏无需更赞 看奇葩说五 就用投屏神器 爱奇艺电视果 上奇袖直播 打破距离 和更多会说话的人 真情实感的BB 下载爱奇艺纳斗APP 不怕你太奇葩 就等你敢说话 加入奇葩说泡泡圈 还讨论爱奇艺泡泡社区 泡剧泡圈 泡爱走 看奇葩说 上京东岛家 开与双十一 全程五折 还有大额红包 万千好物 一小时抢先到家 好好学习 多多益善 善于学习的宝贝们 都在用善备 善始善终 才能事半功倍哦 光看不过瘾 一起来时目文档 在线辩论吧 感谢新浪微博 新浪新闻 新浪娱乐 东湖娱乐 人民网娱乐 环球网娱乐 网易新闻 界面新闻 橘子娱乐 横海新闻 一点资讯 中国青年网 千龙网 360娱乐 带算娱乐 知乎 不顾问答 红豆Live QQ兴趣部落 感谢本资手机合作官 超级新办团 离视频APP 精彩发言内容 平台 埋堆堆APP 发杀意APP 搜狗搜索APP 战备单词APP 单身狗奸弃APP 国美APP 大街网APP 多财手帐APP 贤诚无忧 五一教 拜托了学妹 应戒声求识APP KillaKilla红豆Live 智鱼APP OWATAPP 一直播APP 韩子APP 波罗APP 环太娱乐APP 影视头条APP 粉丝网 去头条APP Facebook 伴娱乐APP 魅力APP 月头条APP 看看娱乐APP 逆直语APP 吉桃APP 模范声APP 青家APP 微fansAPP 极客APP 模范娱乐APP Gacker 鞋子选小APP 鞋子运报APP 蜗牛睡眠APP 上乘妖装APP 看了猛视频APP 据说娱乐APP 小白娱乐APP 舞梦APP 鱼玩APP 一点连接APP 美社APP 隐秘资讯APP 碰星APP 星小班APP 旅火娱乐APP 演客APP 影视油条APP 鸡毛娱乐APP 等大力支持 打开爱奇艺 搜索奇葩说第五季 观看更多 独家精彩视频 爱奇艺 月想品质